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8月14日星期五早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漢賢 今天會繼續是雨天 大家出門口前最好帶回霸傘 射照看天氣雷達也看到 今早早已有不少雷雨區影響到香港 包括東邊及南邊這些地方都受到影響 最新的雷達圖片顯示 我們看到香港南邊及珠江口西邊 仍然繼續有雷雨區發展 日頭的時間繼續有機會影響到我們 雨量分布方面 我們看看雨量圖就看到 今天雨比較集中在東邊及南邊的區域 相反新界西北邊的雨比較少 雨最多的還集中在荃灣、沙田及港島部分地區 分別錄到超過20毫米的雨 今早早比較多的雨 氣溫方面也不算太高 我們看到最低氣溫分布圖就看到了 基本上都是介乎在25至27度之間 天色方面由在維港拍到的天氣照片 就看到今早早明顯天色比較昏暗一些 所以預測今日將會多雲有趙雨 以及會有幾陣狂風雷暴 氣溫最高都是去到30度左右 會出一些和緩的西南風 寧外風勢會是間中清靜的 至於周末期間以至下周初的天氣會怎樣呢 我們轉過來看看衛星雲圖 分析一下形勢 其實不單止香港 整個華南以至南海 甚至乎去到中南半島那邊 都看到廣泛地區都有不少的雲團所覆蓋著 這些雲團的發展其實就是和一股西南氣流相關的 我們預計今明兩日這股西南氣流 繼續會影響到我們這一區 不過形勢上會跟著有些轉變 我們預計到星期日打後至下周初 逐漸在這區的上空就會有一個反氣旋出現 我們受到反氣旋的影響 那些水氣就會慢慢飄走 所以換句話來說 我們也預測一些 魚基本上都是集中在甘明兩日 去到星期日打後 隨著雨逐漸減少 我們預計在華南沿岸地區天氣 就會明顯改善 所以展望香港情況都會類似的 明天星期六會繼續仍然有些驟雨 以及有幾陣雷暴 不過我們展望去到下周初的時段 天色就會逐漸好轉 好了 香港天氣就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 再見